Cookie 哇 原來他可能第一次 欸有了有了看到沒 Cookie就是從這樣的蛋孵出來的 真的好大顆耶 蛋黃酥 好不好 我們趕快在這裡 阿瑞 快眨眼睛 Cookie 我們要來找你的爸爸媽媽 我們再來 這邊有很多你的鄰居 小時候是從這裡出來的你記得嗎 Cookie現在一歲了 好可愛 好 走吧 去找你爸爸媽媽 Go 哇 好多喔 Cookie 哇 好大喔 你家好大喔 你是Cookie的爸爸媽媽嗎 要認得你爸爸媽媽嗎 爸爸媽媽只認得飼料啊 好 我們又見到了來小烈 大家好 大家好 整個夏天呢 養龜的愛家好男人都是在這裡 這個汗你這樣留著 這個就是他的爸爸媽媽 對 去年就是從這邊然後生出來 然後浮出來的人 從同一池的 今天應該有蛋可以挖 哇 我們等一下要去挖蛋耶 哇 小烈你的這個 算龜場嗎 對 這是我們的烏龜的家 烏龜的家 也是繁殖做繁殖 今年變漂亮很多 所以這樣從整地 我上次有看的影片 從整地開始 那時候就全部是竹林 而且這邊是 你看這是老專房 就很久沒有人住了 你一直在整理對不對 每天啊 就是只要天氣也好 不下雨 我們基本上全天都待在這邊 所以總共占地 你說差不多八 八百多瓶 八百多瓶 然後非常多就是 對 我們有分到好幾區 我們有分大中小的一個瓷磚瓷的 還有分塑膠桶的瓷子 那用變異巴西龜它繁殖它需要 不同基因下去做配 所以我們沒辦法說全部都丟在一起繁殖 所以說我們要區分它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基因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頂備去挖蛋 大概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份 以我們的龜場的話 基本上是每天都有龜蛋可以挖 哇 期待 所以他們就是那邊是一個 他們 對 我們做一個斜坡路區上來 如果今天他要想產蛋的話 他就可以到這個區域下蛋 那你會看見 這個孵蛋池都是土 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現在已經看 對 我已經知道說哪裡可能會有下蛋 是說像這樣被挖過嗎 對 這邊會有一個 母龜下完蛋以後 他把蛋埋住以後 他會用剩餘去壓它 一直把它壓死 不希望外面的動物啊 知道他在這邊有下蛋 他壓完反而讓我們看出來 壓完反而讓我們看出來 因為他沒有想到要防人 像他有這個圓圈嘛 我們大概會把旁邊的先剝開 我們都慢慢去 所以這樣有一點點裂 就一定孵不出來 對 它就會感染到 對 我們慢慢會用手去剝 剝到有白色的出現 看每一次媽媽負不負責任 也很深耶 真的很深 我都怕萬一沒有就 這隻媽媽 是刷你嗎 有沒有遇到 真的直接要刷 有有有些它是 因為它可能第一次 欸 有了有了 看到沒 有畫 這感覺好棒喔 哇好漂亮喔 這隻是負責的媽媽的耶 真的蠻深的耶 對 它一挖的好吃 對 它我們挖帶 我們叫它正面朝上 我們叫它正面 把它一樣放的 不能讓它顛倒 就是它原本的方向 對 原本方向 不是硬殼 像這一波可能就是剛下了 剛下的蛋它會比較軟 好多顆喔 Cookie就是從這樣的蛋孵出來的 因為雖然它剛下 它的蛋黃還沒有固定 但是我們盡可能的都 少去大動作的去動蕩 我們是看天吃飯 因為像今年的天氣 五月份那時候還有一波寒流 對 所以我們的產蛋期 就全部都停止了 蛋憋在母龜的身體裡面太久 所以出來的 手機率都剩兩三成 一份的自食 1.5份的水 那通常我們會先在 先在水裡面 把它這個石頭 我可以幫忙洗嗎 可以啊 就照這個方向 圓上圓下 因為蛋就是一個很討喜的東西 看這個顏色 如果反白的話 表示它下了好幾天 那如果現在還是黃色的地方 表示它可能剛下 那時候也可以確定說 這個蛋有沒有受精 因為有受精的蛋的話 它會整顆反白 或者是它這邊會出現 一道白色的受精板 要不然我們只要有空隙都可以放回來 因為到時候我們還會 有機會要把壞掉的蛋把它剔除掉 你看它可能水分過乾 它就會浪下去 這件就是我們敷蛋室 你看我們所有的牆面 屋頂都會做一個保溫 房間的溫度大概維持在28到30度 便宜巴西的規劃的話 有時候我們要精準控它的性別的話 感覺要維持大概是6度或7度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敷蛋機 來幫我們做這個工作 我們嘗試過 就以往每年要敷四五百多蛋 我敷母規30度的溫度去敷的話 我的孵化率基本上算是9成的 但是如果我嘗試降到27度 要敷公規性別的時候 然後我敷化率基本上就降到5成 我們把洗完以後就把它放進去 對 這樣成便當 第112瓦蛋 今年喔 今年第112瓦 確定壽金的話 這個蛋殼 它是整顆白色的 酒櫃改裝的 對 酒櫃改裝的 我們每年過年 我們所有的孵蛋機 去提個滿 因為我們希望來年以後 整箱都是滿的 這是中國製的 專門為 他們那邊有規量也超大 對 人家改裝好才買的 改裝好才賣的 因為台灣玩這種 用這種高階孵蛋機的比例甚至還是比較少 這個是這兩天陸續出殼 因為他們不會同一天出殼 全部是蛋殼 有幾個蛋殼 就知道有幾隻龜 都有的沾進去耶 它們現在還沒有泵過水 所以會看到它還沒收的那個 看有沒有收完 但基本上這一窩應該說收的差不多了 這窩收完 它致死亮晶晶的 我們都會把它放到 就開始放到水裡面 第一次接觸水嗎 對 這是它第一次接觸水 也太快了吧 因為他們在野外這樣是很危險的 還要趕快去找地方躲 全部都龜 龜秒的出來 這一顆就是沒有 它可能發育到一半 它就停止發育了 哇 這一窩很多顆耶 這一個算很多 對 這一個很多顆 小小的這個 好像馬卡洪喔 馬卡洪在游泳 這一窩是黑疤 黑疤 你看 我也很喜歡黑疤 真的好小喔 比馬卡洪還小 我是不是特寫它 Welcome to the world 好可愛 讓它去水裡喔 好小喔 它比它們小欸 為什麼 黑疤比較小 因為這一隻的媽媽 可能是第一年生 所以它的蛋會比較小顆 所以它的蛋會比較小顆 這我是焦糖 喔焦糖 我拍焦糖 這是Cookie的弟弟妹妹 好可愛喔 你看它的殼 好精緻喔 這種殼感覺是 有一種Q感 那這張它還沒有要自己出來 對 這隻的軟黃它很大 哇 它頭 但它已經會探頭了這樣 它跟軟黃 它跟軟黃共存的時候 哇 所以它用軟黃的營養 可以讓它只剩個 十天半個月都沒有問題 你看 它真的好大顆耶 蛋黃鞋 對 就有直接看到這個 哇 它要推出來了 超新 還沒收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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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超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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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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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眨眼睛 很漂亮 很漂亮 它在看它左邊 它每個人都在眨頭 Cookie跟弟弟妹妹 它的一個酷斯拉的大小 弟弟妹妹把它當一塊石頭 去躲在它下面 超好笑 好可愛喔 真的 喔 開車了 開車了 這麼小的 是不是很帥 它奶油焦糖 對 它奶油焦糖 超級可愛的 我就是最喜歡焦糖 哈哈哈哈 這隻是果凍 它只是放在一起 不是同一窝的 對 果凍沒有黑膜眼 它的眼睛比較打黑膜眼 有多那一圈 有橘色的淡淡的黃耳 果凍的殼有花紋 這是中美洲彩龜 因為它們都是彩龜屬的 跟巴西龜有蠻多特色 是有點類似的 顏色也非常像那種 一絲纏繞化的那種 好多眼睛喔 好像恐懼 你看一隻像暗影 你看它也會跟巴西龜一樣 長大是顏色會變深對不對 會變深 格蘭德流域的紅耳龜巴西龜 綠西西比紅耳龜 對 然後這是格蘭德紅耳龜 對 這種紅耳龜長大 是不是顏色比較不會變黑黑的 對 格蘭德巴西龜 它長大有顏色還是很顯眼 也是油彩的感覺 這個是地圖龜 這是地圖龜 真的很地圖啊 它很那種沙漠泥彩的感覺 火焰龜也是彩龜屬的 它大的時候 它雖然會有火焰紋 整個是鮮紅色的 很漂亮 對 戶外它都會長綠水嘛 不會硬摳它 但是它這個時候 差不多就差不多會掉了 這真的是翠翠的耶 好漂亮喔 這隻就是十幾萬的 這隻叫做黃化火焰 它不像一般火焰龜 皮膚的黑色 它整個都是 這是 這隻的顏色 好螢光菊 好螢光耶 這個青苔綿的話 整隻都是這種顏色 它是小苗養成這樣 小苗養成這樣 是小苗養成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烏龜的球偶和交配 烏龜球偶的動作 真的滿浪漫的 男生會用手手捧住女生的臉 對它做一個很像搔羊的動作 而女生呢 當然會有喜歡你 更不喜歡你的 如果女生也伸出手手鬼影 就恭喜這對新人啦 交配的時候 男生會從後面抱住女生 想辦法把生殖器 伸進女生的卸脂孔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搞不清楚方向的 烏龜男生的尾巴很大 就是因為裡面有生殖器 這個生殖器的尺寸很驚人喔 接下來的畫面可能會有點衝擊 大家先有個心理準備 是的 一些爬蟲類男生 有時候會把生殖器伸出來伸展一下 這樣比較舒服 烏龜的生殖器比例真的非常誇張 覺得也有點像個機針 看收進去的樣子 真的好神奇啊 買得到這種繁殖的巷子 對 這是我們從美國進口 一體成型 它把它的那個產蛋區域的池子 跟這個水池 是做在一起的 這個是我們後製的 對 做一個賽頭 上次我們問到最貴的那一隻 孔雀冥王 一直是幾萬我忘了 二十幾萬喔 它拖很漂亮 哇塞 這是溺水吧 這感覺很像溺水的感覺 超好笑的 這根本是摔下去的 好可愛喔 乖乖就是這樣 好可愛 都會疊在一起 白話甜甜圈 對 白話甜甜圈 太太口味了 小苗都苗了 買了大概三十萬 這三十萬 很少 台灣應該沒有 台灣應該就我們這邊有兩三隻而已 為什麼在你小上特別乖 好像都不會咬的 知道是老大 龜健不健康機 看它的殼就知道了 它殼是很順的 很滑的 看像我們的這個龜 整龜龜底板就沒有住洞 它是很乾淨的 其實我們會看它的水色 像這一缸水是綠的 但是它有點油油亮亮的感覺 反而它喜歡這樣的水質 躲下去你們看不到我 你們看不到我 但如果說變煮活了 表示它的排泄物過多 或是說水會有味道 對 那表示它的水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趕快把它換水 去看最大池 對 在這邊 譬如說我們紅的基因 最大池 各位 果硬龜最大 那這個已經比 超過貝夾超過三十萬 其實好大喔 對 最大的 你家的小巴西龜 如果是女生才會到這麼大 對 母龜才會比較大 就可能還可以再大一點 母龜跟公龜的大小 公龜最大大概到這樣 對 還好我的Cookie是空的 這樣我房間還可以啊 我想讓它陪我 大家吃飯囉 現在夏天的話 基本上沒天味 真的 夏天它們活動量好大 所以叫它們因為要產蛋 管理大概明天在大概十月份左右 就不用吃東西 對 溫度低於二十度以下的時候 開始讓它進空腸胃 對 直到隔年的三四月 慢慢溫度上升到二十度以下 大概再溫度一次 那像我因為Cookie養在房間是要陪我的 我想看它整天到來東去的 所以那我可能就還是會開加溫 就還是要為它吃東西這樣 今天非常謝謝小戀 上次來拍攝的時候 送我的Cookie 我把它養得 長那麼大了 拍到這邊 好厲害喔 還在轉地 對 那第二期的面積會比第一期大兩倍左右 哇 真是的 我們想打算做成一個觀光龜園 臉書粉絲頁搜尋 黃金龜培育中心 小朋友去看一下烏龜的怎麼是做繁殖 那怎麼去有各種各樣的龜種 我們開的時候我們再帶Cookie來玩 好 再來做六龜 很輕微六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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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訂閱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喔 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支持小溪繼續創作 頻道會員的連結在資訊欄裡 謝謝大家